告别娑婆 作者 葛瑞·雷娜 翻译 若水 第二章 这的真面目 第一集 只为上主及其天国而警醒 T-6.V.3.2.8 阿顿与白沙瞬间消失了踪影 我却感到晕头转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只是我的幻觉 他们真的会再度来访吗 我连他们怎么来的 或是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都忘了问 他们究竟是天使 高龄上师 超越时间的旅者 还是什么玩意儿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我这儿 给我这么深奥的行上课程 我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只是对于灵修有一点兴趣而已 连大学的门都没进过 我立刻决定隐瞒这一事件 连凯伦我都不准备向他提起此事 他在公司里正面临相当大的工作压力 我不愿让他忧心分神 他现在绝对无法承受 他的丈夫竟然在家跟一些活生生的角色 上演一出圣女贞德与神对话的闹剧 我只跟我的爱犬奴婢说 他永远是个不批判不置评的可靠朋友 然后我试着退一步 放松下来 抱着等着乔的心里 看看这个怪异的幻觉 究竟是我冥想过度的后遗症 还是它真的会再度发生 那一晚 凯伦已经沉沉睡去 我还清醒地回想两位不速之客所说的话 我心里对于神根本没有创造世界 这个观念感到很大的抗拒 因为这违反了我前半辈子的教育 但我仔细一想 这个观念确实答复了许多难解的人生疑问 我常不解为什么主容许这么多的痛苦及恐怖发生在这世上 为何许多好人常得承受地狱般的煎熬 如果阿顿与白沙说的是真话 一句话就把真神和人间的苦难撇清关系了 上主反倒不再显得那么可怕了 当我迷迷糊糊快睡过去时 我还在怀疑我们若不把创造世界的责任栽赃给真神 是否真的有辱真神的地位 还是侮辱了自古传下的宗教迷思 但若把阿顿与白沙的观点当真 我又怎么知道这不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把戏 想把真神变得平易近人一点 一周之后的星期二晚上 我依然在客厅里准备我生意所需的资料 白沙与阿顿意外的二度出现了 这回我坐在沙发上 他们两人各坐在椅子上 阿顿一点都不浪费时间 即刻发言了 阿顿 我们选择今天来访 因为我们知道凯伦跟朋友出去了 你不打算告诉他我们的会晤 是正确的决定 他目前有他该忙的事情 让他去学他该学的吧 有些老师会告诉你 人生并不是一个教室 你也不是来这修课受教的 只是来经验一下你内在的实相而已 这说法是错误的 你的人生是个道道地地的教室 你若不学好你的课程 是不可能经验到你内在的真相的 去经历你这一生的说法 本身并不错 实际上以你们的存在状态 也不可能不去感受和经验 只是除了感受与经验以外 还有另一种对人生更好的看法 白沙 这一个礼拜以来 你想了不少事情 我们可以继续吗 葛瑞 在这之前 我想要多知道一点 关于你们的事情 例如 你们究竟是什么东西 你们是如何视线在这里的 为什么来找我 为什么不去找那些 忧国忧民的先知们 我这一生最大的目标 就是有一天能搬到夏威夷去住 浸潤在大自然里 喝喝啤酒 当然 优先级可以先后调换的 阿顿 我们明白 首先 我们都是高龄上师 不是天使 因为天使从未投胎成人间的形体 我们就像你一样 在人间投胎了上千次 至少从表象来说是这样的 如今 我们已经脱离了轮回 其次 我们的形体所显示的 乃是我们最后一世的身份 我们不会告诉你 那是什么时代 因为它是你们的未来 我们不愿向你透露 未来可能的模样 葛瑞 你们不想干扰 时空世界的自然率 对不 阿顿 我们对时空这个大迷宫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们只是不想剥夺 你们人生课程的第一手学习经验 加速你们回归天乡的旅程 大部分的高龄上师 都用最后一世的身份 来进行他们的教育任务 但记住 最后两个字 实际上也是个幻象 一个直线式的时间观念 有一些灵魂显现世间 他们自称为上师高龄 其实那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心念 投射出来的幻影而已 那种显现好像幽灵或失落的灵魂 更好形容为一个壮似分裂的个别灵魂体 真正的高龄上师 知道自己从未与真神 或任何人分开过 葛瑞 你说你们在两千年前 曾与最兄在一起 不是斗着我玩的吧 能否告诉我你们那时是谁 阿顿 那时的我们 正是你们现在所称的圣人 你以为所有的圣人 都是高龄上师 其实并非如此 不是因为教会封他们为圣人 就表示他们已经达到这兄的境界 我一直感觉到教会封我为圣 实在过于慷慨了 因为我从来没进过他们的教会 我们是犹太人 像这兄一样 你们若问我们任何一位门徒 有关基督教会的事 我们大概会反问 那是什么东西 我们当中确实有人根据恩师的教会 组织了一些犹太人的团体 但绝不是另一个宗教 教会是经过几百年才慢慢形成宗教的 与我们扯不上任何关系 它至今还在继续塑造中 在当代的美国基督信徒中 有多少人明白 他们所重视的一些神圣词汇 例如被提拔升天这样的字 是到了十九世纪才产生的字眼 这些观念随着世间的潮流起起落落 一些早期的信徒 现在也有不少这类基督徒 认为这兄很快就会以一具荣耀的身体再度来临 但你会看出这兄现在的教法 就像圣灵一样专门从你的心灵下手 白沙 至于我们怎么现行的 这事不是你所能了解的 但我们会告诉你 身体形象都是心灵投射出来的 你以为肉体来自另一具肉体 大脑负责思考 其实只有人的心灵具有思考能力 大脑只是肉体的一部分而已 每一具形体 包括你的身体在内 都是心灵投射出来的 我说的不是你自以为是的 那个小小心智 我指的是超越时间 空间与形体的那整个心灵 那是佛陀当时所悟到的心 许多人并不明了 他那时离那圆满的合一之境 还有一段距离呢 整个娑婆世界以及世上每一个形体 都是由此心灵营造出来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 我们会为你解释 在你们的世界里 为何要造出形体 原因都藏在潜意识里 但活在觉醒之境的我们 所现的形体则是另一回事 我们能够刻意造出这种身形 纯粹是依你们所能了解 及接受的形式 才好传送圣灵的讯息 对于自己 我们很清楚 除了与圣灵认同以外 我们没有其他的身份 因此我们只是为他 视线为他传话 当这胸被钉十字架之后 显然在我们面前时 也不过是为了与我们沟通 而造出另一具身体 他的心灵可以让这身体 出现或消失 例如在坟墓里的那一景 我们那时根本无法了解 是怎么一回事 因此犯了很大的错误 把他有形的显现大肆轩然 其实那根本不算什么 他的心灵境界才是真正的核心 然而你也不能怪我们 当初兴奋过度 如果你明知你认识的某人 千真万确的死了 去前来跟你聊天 甚至让你摸摸他 证实他是真货 你又会怎么反应 葛瑞 我不知道我会做出 什么愚蠢的反应 白莎 我们当时的反应也够笨的 只是表达的形式有所不同 让我问你 你可记得雷蒙神父 葛瑞 当然 白莎 你可记得他告诉过你 有关弗洛伊德同时代的人 我虽然不是天主教徒 我答应陪一位朋友 就是我撤回官司的那人 去参加麻州天主教会举办的三天灵修活动 叫做 那活动特别强调欢笑唱歌和宽恕 让我耳目一新 因为我很少遇到真正快乐的天主教徒 在那个周末 我认识了同时是心理学家的雷蒙神父 他跟我提起 他对一个叫做Gradic的人 做过一番研究 这个研究深深震撼了他 葛瑞 记得 他跟我说了一些事 很像你讲的这一套 雷蒙神父说 Gradic很受弗洛伊德的敬重 他才是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人 Gradic在世时已经下此结论 大脑与身体其实都是心灵的产物 心灵绝不是大脑或身体的产物 而且心灵 Gradic当时称之为势能 Force 之所以这样做 是有他自己的企图的 白沙 嗯 相当贴近 你真是个好学生 有绝佳的技艺 Gradic博士虽然没有这一兄的整体视野 结论却是正确的 顺便一提 Gradic博士并没有像耶稣的门徒 与早期教父那样 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他的观点让世人静而远之 我以后还会提到他 我不过在此先提示一下 世上不乏聪明绝顶的人 他们对人事的观察 远超过同时代的人 与真理实相相去不远 葛瑞 我还有另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显示给其他比我更有资格的人 白沙 我们上回已经告诉过你 你却听不进去 因为你觉得那个解释太平凡了 我们会在此视线 只因此刻出现于此地的因缘已经具足了 你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葛瑞 若这么说我不知道自己在你们的视线中扮演什么角色 究竟是我的心灵投射出了你们 还是这纯粹是你们心灵的投射 阿顿 这问题有问题 因为心灵只有一个问题也只有一个 即是关于最终的目的这一问题 但在娑婆世界里 思想与他引发的经验确实会显示出层次不同的幻想 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一主题的 葛瑞 你知道我不能不问 你们究竟是教会里哪两位圣人 白沙 我们确实该告诉你 这是合情合理的问题 但我们只想点到为止 我们宁愿利用造访的机会 为你澄清这兄的角色 以及他的教会 不想把时间浪费于介绍我们自己 无足轻重的角色上 我们愿你学到东西 你的信任 我们知道怎样跟你讲 对你的学习最有益 根据历史档案 我是多玛斯 Thomas 被人称为圣多玛斯 也是目前流行的多玛斯福音中部分资料的作者 我也该事先跟你讲明 在埃及的Nikamedi 附近出土的Coptic语言版的多玛斯福音 是经过增修的版本 包含了某些这兄不曾说过的话 在我的原著里本来是没有的 我不久就会概略地给你谈一谈这部福音 但我们不打算深入这一问题 反正那本书我并未写完 否则我会把浪子回头的比喻放在最后 结果还没写到那儿 我就被杀了 葛瑞 现实很残酷 对不 白杀 那就看你怎么诠释了 对了 我假定你见多识广 知道人们可以有几事身为男人 有几事身为女人 这是很常见的事 葛瑞 这我还能了解 你呢 阿顿 你不会告诉我 你是童贞圣玛利亚吧 阿顿 我不是 玛利亚倒是真是个了不起的女性 你大概对我没印象 因为我不是那么有名 我不在乎这些 我是达太 赛迪尔斯 我的本名是 Lebius 这兄帮我取了赛迪尔斯的新名字 我那时既迁退且不多话的 我是个乖学生 教会称我为圣达太 也称我雅各布的圣犹大 但请别把我跟伊斯卡略的犹大 只出卖耶稣的那个门徒 换为一坛 我并没有什么丰功伟业 值得教会丰盛的 有些人以为我写了犹大书 其实我根本没有 我跟多玛斯一起建立过一个小门派 造访过波斯 但我没有历史所谓的 那个寻道热潮 我只是正好赶上了时机 就被封为圣人了 葛瑞 你是幸运的家伙 达太 我能不能应征你这样的工作 阿顿 你现在已经在做了呀 你到底要不要我们继续教你 葛瑞 要 只要是因为自从上次跟你们会面以后 我对真神的看法改变了 我觉得他比较值得信赖了 也许他真的无意跟人作对 也许我过去的痛苦或现在的问题 并不是他的责任 阿顿 不错我的弟兄 你很不错 葛瑞 但我得再确认一下 你并不是说上主没有创造另一部分的娑婆世界 你是说 他跟整个宇宙一点关系都没有 创世纪里的创造论全是胡扯 阿顿 这样吧 我们还是先把过去的旧账为你澄清一下吧 我们来此的目的并非要贬低某人某派 然而你若不接受他们的教条 便已触犯了他们的大忌 我们已经表示过了 我们不过重申彼此都有不同意别人教义的权利而已 大家都不能看出 旧约里最重要的一面就是法律 以及对不遵守法律条文的惩罚 虽然罪与法这个因果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但为了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定立法规本身并没有错 2000年前的多玛斯和我都十分尊重旧约 当我们那时已经逐渐看清 当时的法律跟你们现在的法治体系一样 后来只为维护法律条文而存在 逐渐和正义脱节了 旧约里除了一些可怕的威胁语句以外 也有不少相当优美深奥的句子 即使到今天我们依旧能够接受 但你若翻一翻创世纪的故事 就会碰到相当严重的问题 早在圣经尚未写成以前 就有不少颇具思想的教派中人 看出这个故事的破绽了 故事是这样说的 上主创造了世界 看到样样都很好 葛瑞 他在为自己的作品吹嘘 阿顿 于是上主继续创造了亚当 并且帮他找到了伴侣夏娃 生活像个乐园似的 但是上主为他们定了一条法规 你们样样事情都可以做 尽量繁殖下去 甚至把自己整个半死都行 但绝对不可吃那颗芝食树上的果子 于是蛇开始干他的好事 夏娃咬了一口 还引诱亚当 那样你们就有理由把所有的账算在女人头上了 结果亚当也咬了一口 于是代价可大了 那个怒气冲天的大造物主 一脚把亚当夏娃踢出了乐园 甚至还警告夏娃 为了他的好 从此他生小孩时会受惨痛之苦 这下子他总该学乖了吧 暂时在此打住一下 如果上主是真神的话 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吗 那他岂会不知道一切的后果 连现代的父母都知道 你只需告诫孩子不可以做某件事 保证他一定会去做 如果上主是个无所不知的真神 他究竟在干什么 格瑞 显然上主设计陷害自己的儿女犯错 由此他才有理由 且得意地为自己所主导的事情 将人类痛诚一番 阿顿 听起来确实这样 不是吗 但上主真会干这种事吗 如果你有孩子 你会做这种事吗 你怎么可能信任这种神呢 若在现代 他一定会被控告为虐待儿童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 答案非常明显 任何人只要愿意摘下眼罩 都能看出 真神绝不会干这种事的 他不是白痴 创世纪的故事不过是象征性的 比喻无意识的心灵 是怎样造出世界和一具一具形体的 你们一向不敢面对背后的理由 但那正是你们来到世间所要学习的悟性与觉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